罗志祥大概是近期正义性最高的一位艺人了 但我们自己想要聊的是 罗志祥背后奴隶的故事 能轰遍两岸三地的艺人 究竟有什么天大的本领 让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这么大的矚目和讨论呢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小猪罗志祥的故事吧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You gotta know 别怀疑你自取的本领 You gotta know 小猪出生于1979年 拥有台湾阿美族原住民的血统 从小在康乐队家庭长大 家里挤在十平大的房子 虽然过得不算富裕 但家庭算是和乐幸福 身为康乐队歌手的妈妈在练唱时 发现小猪在旁边敲东西 居然有一点点的打鼓天分 于是就让他练习了下 之后就在家中的乐队打起了爵士鼓了 五岁的他就随着家里的工作四处演出 而当时年幼的罗志祥 藏在基隆的一些秀场 歌厅婚礼场等打鼓 据说当时他就靠着打鼓 获得大量的客人捧场 并且拿到相当丰厚的收入 在这样的娱乐场合耳濡目染之下 罗志祥的口条和罗吉就在这里磨练了起来 甚至在六岁的时候和爸爸去参加歌唱比赛 还获得了亚军呢 至于小猪这个绰号的由来 是由于小猪小时候黑黑胖胖的 于是大家就叫他小猪 不过也因为胖胖容易被同学欺负 所以还有臭猪、黑猪等称号 罗志祥后来则是被暗恋的女生拒绝 以及一场车祸和发育拉高 就整个突然变瘦了 没想到小猪这个称号就沿用至今 而让小猪一脚踏进演艺圈 就是四大天王就是你这个模仿大赛 正是这个比赛让十五岁的罗志祥 斩露头角 他以模仿郭富城获得青睐 在唱片公司老板孙德龙的戳下 与侯岸生、陈显正、陈廷锐组成的四大天王 在那阵子台湾的偶像团体 像小舞队、洪海尔等等相继解散 唱片公司想要利拼一把 不过这四个年轻人刚出道的时候 并不是非常让外界看 而当时身为队长的小猪 常常因为压力大而崩溃大苦 那四个人努力苦练而舞蹈和唱歌 在后来终于有的回报 两年公司让他们发行了五张专辑 在第一张专辑恰恰五次发行之后 销售直接破十万张 从不被看好 到活动上上节目都有大批的粉丝追随 代言接而不断的过来 在唱片公司大力强打下 只花了三年的时间 就成了台湾地区超人气的团体 但好景不长 之后两位团员因自己的未来规划离开 只留下罗志祥和欧安生所组的两人团体 罗密欧 相继推出猫叫春和动起来两张专辑 之后在2000年宣布解散 那罗志祥的歌唱事业也暂时中断 罗志祥必须从头开始 转战主持的众议之如 从主持和众议这个领域 其实小柱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煎熬的 因为要从明星开始变成邪星 偶像包袱一开始背起来容易 但放下难 罗志祥在节目中提到 回忆起综艺节目上 章鱼在头上的画面 和面包丛在她的脸上爬行 感触非常的深 但她很感谢那些画面 因为她那时候很需要舞台 让她有地方可以表演 她需要生存 从五花肉砸到脸上的极致游戏 以挟去恶搞的方式娱乐观众 从排斥到面对 从煎熬到接受 而在这期间有一个小故事 罗志祥有收到一个信件 是一位面对闭魔的小朋友写给她的 当时她打点滴打得很痛苦 但在医院的时光 常看到罗志祥做主持的节目 常让这个小朋友开心的笑了 这封信让罗志祥非常鼓舞 因为她感受到她的娱乐 是有帮助到一些人的 和心灵上的支持 这让她在这个领域有前进的动力 而这段期间主持的节目 则有少年兵团 齐开得胜 那这个根本就是回忆是啥 到三剑各 台湾呼啪呼等等 都在收视率 让罗志祥获得相当好的成绩 小猪的演艺生涯 更加有了起色 直到后来 跟原本的经济公司 有合约的问题 手上的节目才纷纷结束 背叛的民生死期 那这个合约纠纷 又让小猪直接陷入 另外一个工作事业上的低潮 这段低潮里 小猪几乎快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甚至拜托朋友 让她回去当舞者 而在这没有通靠的日子里 孝顺的小猪为了不让家里担心 还得要向家里装忙 危机就是转机 在演艺事业经过不小的合约波子之后 小猪人生有了贵人相组 后来小猪也被台湾演艺圈的 大佬杨登魁踢拔 去代搬娱乐百分百 不仅让小猪后来成为娱乐百分百的固定班底 延续了他的演艺生涯 也让娱乐百分百成为大家关注的娱乐新闻重要来源 甚至成了许多歌手艺人 要办演唱会或发片必须所上的节目 最后拿下了金钟最下主持人奖 不管小猪有多忙 也都没有放下这个节目的主持棒 小猪一直以来是言喻聪著名的孝子 跟小猪妈的感情非常的好 常赛自己和妈妈的照片 不管在工作前或是回到家都会打通电话给母亲 而越来越孝顺母亲不外乎是因为罗爸爸的过时 让小猪更有感觉要珍惜和妈妈相处的时光 那罗爸爸是一路上陪着小猪演艺之路之上 打拼的重要人物 在没有人要罗志祥的时候 自己当宣传 拿着罗志祥的签名照 土法炼钢的发放 请求机会 罗志祥心中一直有一个很大遗憾 是在2003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也即将办个人演唱会的前夕 爸爸甘奶过时 来不及看到他的演唱会 而这发生在事业正起飞之时 无疑对小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在2014年的一次演唱会上 小猪演唱者给爸爸的歌 如果还有如果 制作单位用过去罗爸爸上节目的访谈片段 在演唱会上献身给小猪 而这个画面整个让小猪在地上放声大哭 小猪在2003年由当时的爱回唱片 推出的第一张专辑 Showtime 是由团体解散之后出的第一个个人专辑 远赴到日本精进自己的舞蹈和唱歌 那showtime这张专辑 一出几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而这首歌是用一连串的日式rap 和强烈的节奏 比照他自己的个人形象去做包装的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 其实很有个人多自享当时的特色 从以前常被骂台客 要生成日系型男 同年的成功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 成为台湾第一个在小巨蛋开唱的第一位流行歌手 而第二张专辑达人秀 那重要的作品则是由 恋爱达人和小丑鱼 让他表现除了唱跳之外 更表现罗自享有抒情歌方面的人力 而记得当时恋爱达人 是我高中时代弊点的对唱歌曲 而这张专辑 我只想在跑通告的时候 有一段人模仿令我非常深刻 我们来看看 然后我说怎么办 两个人怎么办 他说 哎呦 哎呦 新人进来 哈哈哈哈 很危险 很危险 然后我说 在房间 哎呦 好好好 哈哈哈哈 而我觉得罗自享最重要的一张专辑 就是这张special 代表做的就是金舞门 而金舞门应该是蛮多人去KVB 壁点炒热气氛的歌曲 挑战国标舞和武术的结合 结尾有段一支舞堪称经典 而这张专辑有唱有跳 多变的风格和精致的包装 都奠定了这个亚洲舞王后续的地位 而在小猪出了成功的专辑之后 到各地演唱 他回忆起有一次受邀到拉斯维加斯 参加平盘演唱会 看到一样东西很想要送给妈妈 但是他当时因为买不起而做吧 那这件事让小猪非常的难过 为何连自己连这点心意都达不到 而在多年之后 小猪又回到了同样的地方 办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而他也在同一个地方 买了一样的东西送给妈妈 而在这时 他不由自主的眼泪 不停流了下来 因为他把当初那个自卑 捂住自己的背影 终于可以把它带走了 记得在成功之后 带走过去那个无助的自己 并感谢当时的经历 一路走来 罗志祥在来来去去的演艺圈 都没有消失 小猪都一路坚持走过来了 那罗志祥在访问中有几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在访谈中说了一句 他自己体会的话 坚持比努力更可怕 不管对我们好的跟坏的 都是我们的贵人 回顾了罗志祥的故事 说起来其实相当的励志 而且是值得学习的 那就算他在感情上有些状况 但我们都不能否定这个人 在演艺圈上的贡献 我很确定的是 他创作了许多艺术和温度 在大家的童年 那也祝福他在未来 无论转型或付出 都能如其所愿 好啦 这一期的故事就介绍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留言和订阅 也可以留下你对这则影片的想法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